大家好 我是陳偉強講師 最近疫情很嚴峻 連續三天確診數目都破白 香港在防疫中 其實在兩岸四地中是最差的 近三天連續確診數目破白 人心惶惶 反觀內地的防疫還是控制得不錯 舉例在四川如果有一個人確診 他們七百多戶都會有禁足令 就不可以出來 然後他們要認真地去排查 很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 香港都是中國一部份 為什麼我們香港不可以 像內地那麼有效率 去防疫 特別可能實施禁足令 最近在行政會議通過了一個法例 基本上政府是可以 將疫情嚴重的大廈 實行禁足令 但這條法例其實在行政會議 未通過之前 其實都已經是有的了 不過唯一分別就是什麼呢 以前就是你不能離開的大廈 現在就連你家裡都不能離開 但有這個禁足令 如果不有效地用 其實都是枉然的 到現在 其實我們特區政府都沒有用這個禁足令 去防止這個疫情的 無論是最近例如麗晶花園 或者攜盛西村 都沒有用 不禁令人令人感覺 我們的特區政府似乎是以餘不決 決而不行 當然他會有說他的苦衷 譬如有些人會說 用這個禁足令 其實有些人會說剝削了人權 又或者可能是那個自由 但我會是這樣看的 在非常時期就要做非常事 譬如在沙士的時候 然後淘大花園出現一樣很嚴重的問題 當時政府亦都想實行禁足令 當時有很多的公務員 或者法律的專家就說容易違反這個人權 但當時的特首董建華 就一錘定音 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如果不實行禁足令 恐怕可能情況一發不好收拾 就力排中議 然後就即時不容許這個淘大花園裡面的居民 離開那座大廈 我覺得我們的特區政府都要是有一個心態 其實現在不是平常的情況 其實跟戰爭的時候差不多 要有一種已經進入了戰時的狀態 的心態去應付這個疫情 才是可以的 另外特區政府有時候會說 如果他走禁足令 或者是全民檢測 我們人手也都不夠 無可否認 現在可能很多公務員是在家工作 要實行這一類型 其實可能禁足令 或者是去很認真地排查 可能人手不夠 但是我剛才也有說了 非常時期就用非常手法 會不會特區政府應該要改變 就是可能要動用其他的紀律部隊 去幫忙呢 又或者如果真的人手不夠的時候 會不會考慮 甚至請駐港的解放軍 去幫忙呢 特別你可能是殺人禁足令的時候要找一些人 可能要在大廈那裡有些功夫 可能有些紀律 可能要去維持 最近內地最出名防疫的權威專家 鍾南山就說了一句話 就說香港的情況 就應該要是全民檢測的了 他這句話我相信是深思熟慮的 而且以他的權威過去的研究 其實我們也不應該質疑他這句話 其實那個學術或者權威的程度 不過可惜我們特首就說 全民檢測就是一個口號 很難做到 究竟是不是我們過去香港特區政府 在防疫方面過去的半年 其實是採取了一種擠牙膏式的防疫手法 所謂擠牙膏式就是 那段時間疫情嚴重一些 就會收緊一些的措施 那段時間疫情可能是好一點就放鬆一些 結果在過去半年 疫情就反反復復 都沒有辦法是清零 當沒有辦法清零的時候 很多人或者就算是特區政府 都覺得不去封城或者全城行禁足令 其實是因為想保護我們的經濟 但是我們要考慮一下 現在用這種擠牙膏式的防疫 不去全民檢測 或者不去封城或者全城禁足令 其實對我們的經濟也是溫水煮蛙 就是慢慢慢慢各行各業 經歷這半年 其實都一樣到最後對經濟打擊都會很大 我也聽到很多業界說 與其你現在這樣 不湯不水的防疫方式 倒不如就是這個虎底抽身 大刀闊虎 來一個可能全民強迫性的檢疫 甚至可能是封城 或者可能兩三個三星期之後 四星期之後 其實可能就可以去到很快清零 這個其實是很值得考慮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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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